我请教一下周医师 刚刚讲到的是 今天下午 蔡英文总统跟行政院长苏贞昌 站到第一线回应疫苗 而且疫苗事实上很有可能朝向 有弹性的发展 但是周医师是一线的医师 你怎么观察台湾的疫情的变化 跟疫苗的发展跟政策 是 谢谢主持人 我想要大量的把疫苗拿到手 来给民众施打 我想是全民共识 没有人会怀疑正确性 可是在现在疫苗不够的时候 分配就很重要 要花在刀口上 我们台湾耳鼻喉科医学会 就是在5月17号 我们要出来参加资源筛检站 要帮助医院来支援他们的量人 到现在已经两个礼拜了 后来我们医师公会全联会的理事长 邱泰雲理事长 他是立法委员 也出来号召全国基层医师 大家来投入 就大家响应很好 我们现在已经弱了两个礼拜的 这个社区筛检站 已经有半数的县市以上 已经有在已经弱了 而且都弱得还不错 不过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 有很多人很有热忱 他报名要参加 结果他疫苗还没有打 或是打了以后还没有到14天 那他就不符合资格去 因为他叫去 那个筛检站去筛检的话 我们要给他适度的保护 我们叫他出来 如果他出了问题 我们可能跟他的家人交代 那其他的那些人 一些义勇军们看到这样子 会怕 结果在开始开打的时候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我们看到别县市 那个医师 有些基层医师 都已经开始在打了 因为我们的同学 还有我们的朋友 在别县市 都已经开始在打了 我们上礼拜 已经帮卫生局 把他全部造册完成 送给他们了 怎么都静悄悄的 我的LINE 一直要回都回不完 那我们想说 卫生局 他应该 就是说我们是 我们是第一顺位 那可能就专责医院内 我们也安抚他说 我们那个还有更危险的人 其实 我们如果去争这个的话 其实没有正当性 我们也是觉得这样子 结果呢 LINE的群组里面 就出现了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叫里长去打 台北市 叫里长去打 其实我们对里长警销 我们没有什么意见 他们也是对防疫有贡献 可是这个顺序 他们是排在后面的 我们也很尊重他 还有这个 还有一些就是 他们一些 他们自己市府里面的员工 要先打 OK 那我们就跟他讲说 哇你这样子 那个这样不行啊 那个 那个人心会惶惶事 他会讲怎么想呢 我第一顺位的没有打到 已经打到后面顺位了 是不是我就被跳过 以后永远打不到了 这个在这个状况之下 其实是很害怕的 所以我们一直要安抚他 所以我们昨天 紧急的就 由医事公会 全联会发了一个声明 就请我们还希望说 指挥中心 你赶快跟县市讲 这个疫苗是给 要优先给第一线的 医事人员的 你不要顺序搞错了 后来 昨天晚上 傍晚的时候 他就来跟我们协商 就说好吧 那我们这里有一些疫苗 明天来帮你们打 那就是说 挑出大概四百个人左右 也就是说 有志愿参加的诊所的 还有他的员工 大概四百个 然后通知 昨天晚上我们就通知他 今天早上要去打 我们诊所 如果你员工都会打 那诊所就要关门 他难道不知道说 要分开吗 比如说有人去打 有人回来 就可以把那个诊所 要可以维持run 礼拜六礼拜天 黄金时间 就是给其他人打掉 我想他们是被我们逼迫的 可是还是有些人说 我不是那些 只有四百多位 台北市的这个基层医师 其实是有两千位左右 还有他们的员工 他们都打不到心里 都会很害怕 是不是被放弃了 其实人心惶惶 那我们 只好今天又出了一个声明 就是说 要安抚一下 这些民心 因为这些是作战部队 其实在以前 因为我们这个施打的顺序 是我们指挥中心 规定下来的 你要知道说 以前在作战的时候 你在战场上 敢违抗指挥官的命令的时候 造成军心浮动 人头是要落地的 今天他又开始讲说 我们明天会拿到一些 我们就会帮你打了 好我们稍后回来